这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投资人得失参半 这是规则重建的一年 服务业拷问底线 这是勇敢开创的一年 冲二代接棒入局 这是希望迸发的一年 制造业逆时突破 中国经济逢八大考 成绩及格 中国精灵者携手头脑风暴 跨年时刻的回顾与展望 年度风暴重磅登场 2018有点冷 要锻炼好身体 迎接2019年春天的到来 大鱼都生长在有寒流的地方 2018、19年也将是 中国互联网上半场 下半场切换的时间点 其中也会运营出 非常多的创业机会 做时间的朋友 不惧寒冬 创业仍然是这个时代 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努力抓住它 虽然是寒冬 但是中国市场 对海外投资者来讲 就像是一列拉着汽笛的火车 即将离开站台 我们相信收获的春天 并不是太过遥远 我们希望2019年 是一个创新和资本 双轮驱动的这么一年 创新和资本 能为我们高质量经济发展 带来新的引擎 风险是涨出来的 机会是跌出来的 把握好机会 赚得蓬勃满多吧 有人说2018年创投不易 寒冬已至 也有人说冬天越冷 春天才越值得期待 所有的公司都非常非常的贵 连我们自己都说投不起 一个通电一出来 马上本来是南海 一下就变成黄海 所以资格人都要靠谱 过去的一年 投资人都踩过哪些风口 新的一年 他们将会关注哪些领域 我们所以投资人 都是喜欢这种创业的 比较气场的强大的人 社会价值不等于商业价值 作为商业来讲是赚钱 投资人风口背后的德语诗 精彩马上开始 大家好 欢迎进入今天的《通脑风暴》 我是主持人洛欣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刘烨 今天我们《通脑风暴》 将给我们第一财经 另外一个知名的节目 《中国经营者》 共同来打造属于 中国经营者的年度风暴 我们要请来这几年 曾经在《中国经营者》 曾经上过节目的一些嘉宾 共同到这个现场来 谈到他们的这个所思所想 他们说对了什么 投准了什么 他们又误判了什么 我想这些东西 可能对我们很多人 有很多启发 而且大家看我们今天 现场的嘉宾阵营 应该可以猜出来 今天是一个投资人专场 我们刚才这个洛老师说了 这个投资人 我们都说 他曾经说的话 到底准不准 所以我们要看看 在风口的背后 投资人经历了哪些德语诗 2018年 资本市场活跃一场 从年初 投资人集体拥抱区块链 到年中企业扎堆上市 再到下半年 互联网迎来下半场 投资人一直在其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18年的资本市场 又是冰火相容的 火的是二级市场 如火如土的IPO潮 大量TMT企业 在港股和美股成功上市 冰的是一级市场 冷清寂寞 投资收缩 那么企业IPO之后 到底有没有 给投资者赚到钱呢 来自泰和资本的数据统计 以2018年底的数据计算 2018年 在港股和美股 新上市的几十家 TMT公司到年底 80%IPO的 70投资人在亏钱 再往前看 PREIPO轮 50%的投资人在亏损 甚至还有25%的公司市值 低于再上一人勾置 那么过去一年 投资人到底赚到钱了吗 风口过后 投资人的得与支 到底支多少呢 风暴即将展开 好 那我们首先认识一下 在我们右手边的 投资人阵营 他们是金沙江创投 董事总经理朱孝虎先生 中顶资本创始合伙人总裁 严厉先生 联想创投董事总经理 联想创投加速器总经理 梁颖女士 紫辉创投创始合伙人 郑刚先生 那在我左手边的呢 是我们的评论员阵营 让我们来欢迎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李若珊先生 虎华永道上海首席 合伙人黄佳先生 以及第一台经营评论员 许舒泽 欢迎 陆老师我也想说一点 我觉得今天看到朱总 我觉得他变了 有什么变 朱总是2016年的时候 接受过我们中国经营者的专访 当时一他穿的是个休闲服 二整期节目都在笑 今天他西装革履就来了 而且从开场到刚才 就一直没笑 我表情特别严肃 所以我好奇 这到底是2018年日子更难过了 还是当了大佬之后 有偶像包袱了 朱总请你回答一下 今天是你们这个剧组的要求 穿得比较正式 要正装出席 要正装出席 对 我们评审很少穿西装 所以是2018年日子没有更难过 2018年还不错 我们市场领点 市场领点 我们还是比较好的 退出的机会 朱孝虎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 著名的风险投资人 2016年到2018年之间 朱孝虎先后投资了 饿了吗 滴滴出行 硬客 OFO等公司 并获得了极高的投资回报 有评价说 朱孝虎踩风口非常准 只要被他看上的项目 即使是小生意 他也会砸重金 给做成大生意 那么在朱孝虎看来 什么项目 值得他去花重金砸钱 他最近又在关注哪个风口呢 那你当年你投这个 饿了吗 和投第一的逻辑是什么 投第一时候 那时候很简单 我觉得这个打车 这个问题确实很痛 因为那一年 我自己在北京 一个寒冷的冬天 对吧 这个我自己从国贸 去三元桥 实际上路程很很近 但就是交报车 而且外面真的 非常非常冷 然后我回到酒店 叫了一辆车过去 500块钱 所以打车 真的是非常非常 刚驱的一个痛点 所以当时花了500 后来您挣了5个亿 是吧 太值了这个话的 2016年 其实我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 VR 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的概念 开始出来了 他怎么去找到 科技浪潮当中的好公司 还有他自己投资的原则 我们来回顾一下 当时朱总是这么说的 我们还是喜欢回顾历史 看过去的PC互联网 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 PC互联网的起点是在94年 94年是Nescape 第一代的PC互联网的 浏览器诞生的一年 王景 现在很多可能人 都已经不知道这公司 那是PC互联网的原点 美国的三大互联网公司 亚马逊成立的比较早一些 是95年的 Google又晚不少年了 是98年成立的公司 Facebook更晚 Facebook是2004年才成立的公司 所以它离互联网的原点 差了10年 那么从移动互联网来看 移动互联网 如果我们把iPhone第一代 作为原点的话 iPhone第一代是07年上市的 我们先不讲iPhone前面 可能还有10年的 那个工程机时代 即使从07年看 中国的现在的 那个移动互联网主流的公司 像滴滴啊 像恶乐嘛 像小红书啊 基本都是112年成立的公司 所以它前面有4年的准备期 我觉得今年 甚至能不能说是VR AR的原年 都不好说 即使今年是VR AR的原年 可能后面 可能你还需要等 至少三四年时间 才能真的爆发期 朱总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每一个科技浪潮出来之后 等三到四年 才是真正的好公司出来的年份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也没有投 没有 基本上没有投 基本上没有投 那你明年后年会投吗 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VR AR还是比较早 因为前面讲的一个是时间点 另外从用户数据上 我们也有个判断 就是我们讲 有叫tipping point 就是引爆点 一般任何一个新生事物 在市场上 如果在市场渗透里 超过20%以后 这是非常好的引爆点 在这个时间点 做任何事情都是事半功倍的 那今天你可以看到 作为你的用户 你的朋友之间 有没有人用VR AR 可能家里都有 但都是放在这个抽屉里的 不用的 那这个事件 我觉得离引爆点 还差得非常遥远 但是现在人工智能 也非常的热 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浪潮的出现 您觉得有哪些浪潮 到了引爆点的时刻 到了有好公司出现的时候 您有没有下手 人工智能 我们看到在过去 这个四五十年 已经三起三落了 最近这一次浪潮起来 我们感觉是比较靠谱的 而且任何一个新的浪潮 我们发现 它首先应用的 都是企业服务里面 因为任何一个新的技术 刚刚出来的时候 相对来说都比较贵 现在这个包含人工智能 芯片的手机 基本都在五千到一万左右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还是有点负担的 所以在企业服务里面 就会有很多很多机会 我们最近一两年 在企业服务上 投了很多公司 都是包含人工智能 应用在里面的 企业服务商品 注重提得很好 我们这个打车是个痛点 但是你看打车有多少 有神车 有滴滴 有异道 是吧 你一个痛点一出来 马上本来是南海 一下就变成红海 就是说 作为一个投资人 你除了看到痛点 看到风口 怎么来抓这么东西 特别我们有时候 看什么可行性报告 我后来发现 全世界最不可行的 叫可行性报告 因为可行性报告 它总是把什么优点 长处 好处 事实上描绘得非常好 等你一进去发现 痛苦困难难点 全爆出来了 真的到具体项目的时候 你们关注什么 这个是最难的东西 因为事情上 说实话 这个靠谱的赛道很少 每年能出来的这个 真的人的需求的痛点 相当并不多的 那选定这个痛点之后 再选人 相对来说 在中国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中国在任何西风赛道上 你可以看过往历史 任何西风赛道 最终能跑出来 就两三家企业 就两三个团队 是真的值得投资的 如果你把这赛道上的 所有团队都见一遍 和他们谈一下 在中国这事情 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所以你看当年滴滴 所有投资人建了滴滴以后 基本上都会选滴滴 就这个团队的领先程度 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还在看团队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你看他们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人本身 最直接可能是他本身的气场 他气场就是足够强大 我们所以投资人 都是喜欢这种创业者 比较气场比较强大的人 就像滴滴的成为 像张旭豪 鄂勒马的张旭豪 所以比较斯文的创业者 我们一般会错过 比如像头条的张一鸣 看上去是很滋稳 气场不是那么明显 我们就很遗憾错过了 所以有种气场 比较强大的创业者 有种比较内疚创业者 气场强大的创业者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分一些 比如讲 热死的贾跃亭来请你投资 这个人气场超级的大 你投不投 所以适合人都要靠谱 所以我们讲适合人都要看 中国市场强大的人非常多 尤其今年到现在为止 BAT已经培养出了 一大批的忠诚的 比较优秀的这种管理人员 他们东方能力很强 你可以看到过去15年 这个发展 每年能跑出来 当年新成立的公司当中 能跑出来不超过4到5家 每年就4到5个事情是靠谱的 所以事情靠谱是第一位的 严厉先生没来过 咱们中国经营者 但是他的合伙人来过 没错 中顶资本在整个 供应链领域当中 投得非常地好 在消费领域投得也非常地好 严厉 中顶资本创始合伙人总裁 中顶资本主要聚焦物流和供应链 消费 B2B企业服务 科技领域 奉行精准卡位不跟风的投资原则 曾投资过德邦物流 满邦 陈光文具 云启 G7 丰巢 郑昆行 等行业知名企业 那么在严厉看来 什么样的企业家 可以得到他的青睐 获得投资呢 严厉先生 您刚才对这个 叫精准卡位不跟风这种评价 你觉得 这是你们中顶投资的风格 挺赞同记者的观点 所以来讲 在我们这种同质风格下 总体的失败率比较低 比较低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找到 那种极具暴大性的公司 我们也试图找了一些这样的公司 例如云集 加一库存这样的公司 也是快速起量的 但是呢 我们找就找到了 只要快速成长大失职 我们找不到 我也不开心 也没问题 我们希望要找 稳健成长大失职 所以在互联网 在弊端的改造 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 不为人 构建壁垒 享受规模化优势的 这样一个机会 就在不久前 我们就采访了一家 由这个中顶投资的 社交电商公司 爱库存 当时呢 他们也分享了 中顶投资的一些投资的逻辑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所以我们9月22号 就正式上线了 然后9月30号 中顶他们就进来了 有人投了一个亿 而且特别有魄力 因为那当时 我们真的就是在一个破仓库 然后只有10个人 所以孙总 那个时候 第一笔就投了一个亿进来 对 第一笔就投了一个亿 我们投这个爱库存 应该说我们是用使劲 挤开了这个门缝 挤进去的 那时候有很多竞争者吗 他才刚上线 没有竞争者 问题是 他们那个时候 第一 这个模式 你知道现金流 是挺好的现金流 而且挺挣钱的 他应该不缺钱 对 所以他 其实他是没有 这你是不想要他投 对不对 不是 他没有这个融资的想法 其实我们只是说认识 然后出于朋友来 来聊一聊 聊一聊 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 这个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 就是包括他们这个团队 我们也非常认可 后来我们第一次 跟冷总见了一面 我们9月28号见的 对 我马上我说 未来两天的国庆节前 他说等国庆以后 我说不要等国庆以后了 说你那个 就未来两天 约你的另外一个创始人 一起过来 他们说 这过几个月 等我们业绩再涨长 我们一想 这玩意儿好东西 你可不能等 再涨长就 又不让翻多少倍了 我们做投资呢 总体来讲呢 我们C端的比例不多 我们B端的比例多一些 大概有78%左右的是 B端的投资 即使C端的投资 你看也背后 有大量的公共链体系 有B端的属性 你看IQ纯美丽 其实存在流量 启示在流量 存败在公共链 我们不喜欢投一个公司 做滑梯下来 涨得快下来 我们希望呢 布鲁美丽有先发优势 有壁垒 构建壁垒的公司 其实我这个案例很熟悉 他刚刚投那个IQ纯这个案例 其实你要比较这几个投资人的话 为什么 假如IQ纯来谈 四个投资人一定选严厌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供应链公司 就是基本上投资人的上面是有标签的 这个标签就是说我是对某个领域能够给你带来除了钱以外的其他东西 假如只是钱的话大家就是一个同质化的竞争 只是一个选择这些被投企业的话 我经常看中说大家投了以后你在董事会当中的参与 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投资人能够参与在董事会里面 更多的是对他的战略 包括很细分的一些运营方面能够提供一些除了钱以外的这样一些建议 所以我丝毫不奇怪 比如说科技的出创企业能够投 能够找到两种这样的 包括对一些在到了tipping point的时候找到出动这样 这是好不需要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多元化的 假如大家都在投一堆的东西 这个市场就很恐怖了 下一环节中 联想创投董事总经理梁颖女士 将为我们解读人工智能领域近两年的发展历程 那么作为中国老牌的IT巨头 联想为何近年来在创投领域动作不断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018年有点冷 要锻炼好身体迎接2019年春天的到来 大鱼都生长在有寒流的地方 2018年19年也将是中国互联网上半场和下半场切换的时间点 其中也会孕育出非常多的创业机会 做时间的朋友 不惧于寒冬 创业仍然是这个时代给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努力抓住它 虽然是寒冬 但是中国市场对海外投资者来讲 就像是一列拉着汽笛的火车 即将离开站台 我们相信收获的春天 并不会太过遥远 我们希望2019年是一个创新和资本双轮驱动的这么一年 创新和资本能为我们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带来新的引起 风险是长出来的 机会是跌出来的 把握和机会赚得蓬勃满多吧 好 那我们下边是不是应该介绍介绍梁颖女士 场上唯一的一个女投资人 梁颖 联想创投集团董事总经理 联想创投加速器总经理 联想创投主要投资方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医疗大健康等 曾投资过矿式科技 宁德时代 韩武技 蔚来汽车等明星企业 我们其实比较偏科技 然后我们创投因为来自联想研究院 所以我们比较愿意去投一些早期科技的 所以打比方我们投了矿式科技 我们是它的天使投资人 我们投它的时候应该是20112年 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人工智能的概念 也没有计算机视觉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医疗院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未来这个技术会慢慢成熟 可能未来5到10年 当时来看的话可能3到5年 它就会落地 我觉得科技可能跟互联网 很多商业模式不太一样 科技需要长期的积累 它不是说你两三年你就可能过点 所以它需要是说我先积累三四年 然后到这个时间点爆发的时候 我有积累我才能出来 等你这个时间点再去投人工智能 你会发现从去年到今年 所有的公司都非常非常的贵 连我们自己都说投不起 很多人的业界形容 他是科研型投资人 因为我们知道两种 是从中科院毕业的 而且原来还担任过 联想香港和深圳研究院的院长 所以是科研优而投 所以他非常擅长的 就是发现那些有商业才能的科技人才 我们来听听看 当时在节目中他是怎么说的 这样你说的聪明 肯定很聪明 另外一块我觉得就是看中他们的学习能力 就是呢 其实你程浩我觉得他去年一年的成长 因为年前我跟他聊 他觉得成长很快 然后另外一块我们比较看中 就是他的这个坚韧不拔 因为底下创业不容易 他们其实很多创业都是九死一生的 就包括应期他们走到今天 他们做的最早 中间也很多的坎儿 所以呢能够坚持 然后在这过程中呢不断地去调整 学习 然后抓住机会 我觉得这是他们都 普遍具备的这种特质 另外就是他们真的有这种创业的激情 我觉得这是他们几个特质 我觉得比较容易成功的特质 也是我们选团队选项目的一个标准吧 这个采访是年初的时候 我觉得到年底你有什么新的感受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在过去年投的比较多的 像这个智能工业 智慧医疗 然后智慧出行 然后包括这个智慧生活等等这些赛道 可能跟这个严总有点相近 我们可能投这个2B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是认为人工智能呢 其实未来首先会解决我们在这个 就是我们整个工业生产过程中 很多具体的一些问题 那么它会从小的一些点开始 而不是说我现在需要一个方案 好像一劳一就是感觉 人工智能就是能替代人了 就是一个真正的机器人 他还没有到那个 那可能未来大概10年20年 但是他在某一个环节底下 能够取代人的一些 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那我们会追捧这样的一些项目 未来呢中国可能过去这种 比如说我投一个商业模式 三年能够上市的项目 可能会越来越少 其实谁都知道投科技 特别是黑科技新科技 会有很高很高的回报 这是所有投资者的一个梦想 那问题限制在什么呢 我们投了有发现很奇怪的一些 是个好科技的东西 是不是一定能进入到市场 能不能转换成市场 我们的投资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寻找国际顶尖科技 那么怎么就像李教授说的 怎么把它转化为一个真正的商业 那我们其实叫一个加速浮化 比如说我们大概在2017年初 投了一家香港中文大学的项目 他就是两个博士生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毕业 然后我们就投了他 那么这家公司投完之后呢 其实他是做人工智能在医疗影像里面的识别 那我们让这个项目怎么成长 还有最领先的科技 所以我们从联想体系里面 推荐了一个副总裁 家主这家公司作为联系CEO 然后我们给他们招了负责市场的人 然后招了负责技术的人 然后包括HR 所以这个团队很快就搭建起来了 所以大概一年多时间 他们到青年现代大概近100人 然后他们其实在很多地方已经商业落地 比如在医院里面 同时在海外市场呢 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印度也开始得到使用 包括在贵州 因为跟贵州的医疗大数据相结合 他们能够实现按一个CASE来收费 所以你会看到整个这个项目成长非常快 那背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联想创投了一个投资逻辑 就是资本加产业负能 刚才梁总讲得特别对 我觉得从研发到产品和团队就完全都不是问题 但不代表科技没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做社会价值不等于商业价值 第二个问题是先发优势在这个行业里 永远无法形成竞争优势 因为技术迭代的速度太快 我投了一个科技企业这个团队 这个研究所出来的东西很好 明年他们家弄出来一个更酷炫的技术 就是后来者的技术永远更高级 后来的人他的技术永远比你更高级 永远比你更便宜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 我们投了很多消费互联合公司 他们有消费场景 对我们判断一个技术公司很容易 这个技术公司对我们的消费互联合公司 有没有价值 他们愿不愿使用 他们如果愿意使用 觉得这个技术确实非常有价值 我们可以和消费互联合公司场景 一起来投资 现在的话一个就是本身有技术 另外我们帮他绑定这些消费互联合场景 这样他门槛马上就起来了 而且我们这些消费互联合公司 有很多大量的数据 技术加上数据以后 这门槛就会非常高 所以很多技术公司问了 为什么希望来找我们 就是我们能给他介绍场景 我们能给他介绍场景 能给他绑定客户 因为靠技术肯定现在很大 尤其中国的聪明的创业者太多了 但技术加场景加数据 这就门槛就会非常高 我作为商业人来讲是想赚钱的 我不希望我成为发明家 社会创业价值商业不赚钱 因为我是有LP的责任的 我给LP要赚钱的 在这点来讲 其实我们是两个角度 一从科技看商业 一个是商业看科技 这是不同角度 可能视角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两种他们 在投资专制科技里头 他帮他做商业的应用 这一部分是有他的视角 能看到他的一些机会的 我相信这是也能看机会的 我相信朱孝虎是在这边的 我说我有场景 我想用客户生产 客户使用了 我就用就是对的 我不管技术好坏 是吧 客户用就是对的 现在没有科技为手段的公司 是没有未来的 它科技引起的整个的 组织模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都发生巨大的变化 科技如何整个构建成系统 形成有良好的商业模式 和一个客户买单的高效的系统 这是核心的关键 再补充一下 这个因为刚刚李教授和树哲 提了宏观问题 引发我们来印证 我们微观做的对不对 我们选择企业很简单 两个标准 第一做过A轮以后的 一定的模式 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 第二呢 它的客户是大B端 我们不走小B C端我们没法帮你获分 然后B端 小B端我们也没有影响力 我们走大B 我们把客户跟他对接 这个过程当中打磨产品 包括他刚刚讲的 内部的很多科学家 不擅长的东西 各种量财务能力资源 实际上到最后的话 能够让它能够快速成长 放心一半肯定会死掉 剩下一半的话 它可能因为这种对接的话 产生一定的变化 大家放心 其实初创企业痛点在 但大企业现在痛点更大 他们也在寻找说 能够为这些大B 提供转型服务的合适的 他们的痛点更痛苦 而初创企业成千上万是隐性的 你怎么能说这个就是最合适的 最合适适配的一个AI公司 帮你来做转型 所以事实上是有人能够当中 起到过滤器的一个作用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限 就是我们其实看一个赛道 基本上是把这个赛道产业链 会分析清楚 我们会看这里面它的价值 我们的投资家公司叫中科会员 手机的这个屏幕检测 过去是靠人工来看的 看这个缺陷啊 看划痕啊 然后有没有裂纹啊 这些东西 那么有的时候需要在蓝光的实验室里去看 那么这个工人大概 大概全球大概就是中国有15万的工人 去看这个 这工人看这个就是玻璃镜片呢 大概只能看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他的眼睛就废掉了 其实我们投资家公司呢 他就解决用过去大型激光的检测技术 来去检测这个玻璃表面的这个缺陷 其实非常落地 我好像听过这个项目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们投了 对我们投了 所以它现在是苹果最大的那个 工艺商蓝丝的最主要的解决方案 所以你会看到是 我是觉得呢 大家可能对教授啊 创业有一些觉得很偏学术 但我觉得在过去两三年 其实这个环境也在变化了 中国的教授越来越偏向于国际 你看到国际 比如是在这个硅谷 很多教授创业公司非常成功 学生创业非常成功 那么中国现在的教授呢 他们也商业化很强 郑昌先生 我记得您也投科技企业 您是作为天使轮进入的吗 对我们一般是 我们本身公司的定位 就是早期投资人 所以我们投了大量的天使阶段的项目 您能够理解 我是针对那个许先生提的 那两个悖论 一个是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区别 市场的教育者 不一定是市场的盈利者 其实你说的都有道理 而且实际上在中国 我们看到了无数的商业的例子 就是说这个很好的东西 但是它却无法商业上得到应用和成功 还有第二个呢 我们叫做Copycat 就是说模仿者 甚至Copy好之后 我烧很多钱 然后把你烧死 这是我们经常看见的案例 作为投资人 你怎么去判断这些现象 看到一个案例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投资这些 你认为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 以及包括先发优势的企业 我觉得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从投资人来讲 可能第一个方法是分散风险 比如说我们投大量这样的出创型企业 对吧 这里面呢 像比如说做早期投资 我们知道说早期投资 你投早期 你就是找死 就是这么简单 也就是说 你投了企业十个里面呢 你不要去想说 能够有两个成功 所以他们说早期投资人 都是做慈善的 如果投错了 就当做慈善 你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叫天使嘛 第二个呢 实际上你再远一点 你就大概趋势 如果从太空来看 你不知道这个定型 是怎么回事的 我们刚才听到 郑刚在分享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 非常温文尔雅的人 但如果你深入了解 他在投资 这有一个名号叫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其实他也是一个 很有叛逆精神的 其实在2016年节目当中 他也分享过 当时投资一些 有真意性的项目的时候 他心中的得益 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当时的场景 那你觉得你这些年 你最遗憾的 措施的项目有吗 我倒不是特别会遗憾 说我措施过什么东西 这样 措施肯定一定会措施 这件事情 你应该摆平自己的心态 对吧 因为你会走狗死运 但是同时你也会踩到死 这是很正常的 做早期就是错过 做投资永远就是在不断地错过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脚 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事情当成常态 我们开心了 很开心喝一瓶酒 睡一大觉 第二天起来该干嘛干嘛 对吧 踩到死了 挨打了 这个脸肿了 但是恢复完以后 你该干嘛还是要干嘛 现在还是默默的投资 还是他的这个持股的 没有我们在他上市前就转让给了一家 这个知名创团 转让得好 现在还是锤子的持股人吗 是当然是 有关这个 这家公司的这个信息比较多 对吧 那么这家创业公司向来从 单身到现在一直在风口浪尖 这就是说我一直在说 任何一家创业公司从零到一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在这个手机市场这也是一个大的红海的这么一个市场 你要做出一点特别的东西是非常艰难的这样 当然你们怎么看品牌我不管 但是呢 至少说我觉得他留下了很多让人家所敬重的东西 第一个 他第一个提出工匠精神 对吧 其实工匠精神这个词呢 以前应该有人说过 但是真正让整个企业界创业界所认可 是老罗提出来的 第二个呢 是他让整个手机行业 让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工业 这个创业企业认识到设计是多么的重要 这个我们应该对罗文豪表示敬意 对有工匠精神我觉得挺好的 是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探讨的投资很有意义 投资人有时候需要用很快的方式迅速占领这个市场 形成一个高的壁力 别人进不来 你才能获得最好的利润 最近你又做了一个新的事 这事儿听起来挺烧钱的 就我看你最近开始做新能源车 你要造车 这是怎么想的 对对 这个肯定是一直脑袋糊涂嘛 现在及时收手还来得及 也说的对还来得及 因为还没有扫了很大 现在我们这个月 全国的车的这个产行量大幅度的下滑 整个汽车的利润被吃掉了5%到6% 老师这是一方面 我昨天老师看一个新闻 因为明年1月1号执行新的关税政策 中国放开了特斯拉一夜降价10万 没错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原来西增原汽车可能还没有这么巨大的压力 现在突然间发现压力都大 正刚现在投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 在几点 据说的话 投的还不少是吧 新能源汽车行业 现在争力非常大 很多人看好或不看好都很多 那从我们角度来讲 新能源汽车行业是未来 这条路首先毋庸置疑 但是它一定是不满的经济 以及在技术市场 还有包括用户的这种接受程度下 都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怎么看着烧钱的事 我投的公司挣钱的时候 基本估值都低 进入到平台期不烧钱是不可能成的 所以你判断一个行业是有极大的先发优势 最终成败就几家 你这唯一的事情就快 所以您觉得 据据据据据据据的方式是对的 各行业各行业不同 在那个领域里可能得这样 你在它的领域 有些领域上就是打出来了 快速的 它的壁垒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喜欢那种 也喜欢那种 但是这种精心动物 它投的东西就快速了 我那般都拉长了三四年时间 它的就是半年必须战争结束 它那个东西 有可能我们也投三四年战争结束的公司 实际上三四年战争结束的公司 你这个前面的身位是非常非常关键 我一直是 刚才一直想问世卫投资人 如果按照你们的投资逻辑 按照你们的资源 照理来讲 你投资下来 应该是赚得蓬勃满步 但是实际上 你们按照同样的逻辑 按照同样的资源 我发现可能失败的项目 可能比成功的项目更多 为什么同样的团队 同样的项目 同样的资金 同样的资源 我投出去最后失败了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成功的概率就很低 对 失败是必然的 成功是偶然的 尤其做早期投资 我们本身很多就在试错 我觉得这个里面 做早期投资 没有一定的失败率 说明我们没做好工作 如果你不冒一定的风险 那你赚取超额收益的可能性 几乎是零 你必须要去冒一定的风险 才能赚取超额的投资回报 尤其我觉得很多可能性 都有到当时企业创业失败 比如说对方向判断失误 我们本来认为这个方向是可行的 从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实际操作下来可能发现一般般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 企业家能不能跟着企业一起成长 今天互联网增长速度都很快 一年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增长 这个企业家能不能随着企业 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一起才能成长 大部分普通人可能一年涨个两倍三倍 今年一百人 今年两百人三百人 他能夹驾驭的 今年一百人 明年一千人 他能不能驾驭 很多人驾驭不了 他不能跟着企业一起成长 这是很大的失败的概念 我觉得这两点是比较重要 第二是就是这个市场 本身判断是错误的 第二是企业家不能跟着企业一起成长 也就是对团队的判断 也是一半带拆 一半带 那肯定 我只能说 我们一般投资的时候 对标他当年的成为 当年张晓尔能不能和他一样 看上去可能能行 那就先试试 而锻炼的是你这个投资人的 你试错之后的悟性 我们最怕的是滑雪的时候 绿道里滑雪 玩得优雅 穿着西服 优雅的 从来不摔跟头 我们喜欢的是 企业家精神的是 好的投资人像野血中 摔跤 但不犯大错误 死不了眼 但是锻炼我们自己 形成我们更加的判断力 我们就是做投资 还是得摆正心态 就是现在大部分 包括可能很多 看我们节目的都会觉得 也许牛市来的时候 我会成为股神 但其实像这么多年 这些老师们 其实做投资经验都很丰富 大家时间长了 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最终赚到的 其实就是企业的钱 就我们跟企业共同成长 企业赚10% 我们赚10% 企业是20% 我们是20% 我们希望企业更好 企业赚的更多 那么到最后 我们从企业中 得到的回报更大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牛市来了 我一年十倍都可以 那其实因为你赚到了 别人口袋里的钱 我们其实不想 赚别人口袋里的钱 因为时间拉长来看 它均值会回归的 就这个钱你赚不到 所以其实真正 我们觉得最伟大的投资人 还是真的推动了 产业的进步 公司在发展 公司发展是因为 它给消费者创造了价值 上一节中 四位投资人都分享了 他们各自的投资密集 以及看好的赛道 那么在他们看来 2019年的资本市场 还有哪些机会 值得期待呢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回来 这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投资人得失参半 这是规则重建的一年 服务业拷问底线 这是勇敢开创的一年 创二代接棒入局 这是希望奉发的一年 制造业逆势突破 中国经济逢八大考 长计及格 中国精灵者携手头脑风暴 跨年时刻的回顾与展望 年度风暴重磅登场 因为我们现在请了 四位的投资人 咱们因为也回顾一下 2018年这个情况吧 你们每天都有一个梯板 因为其实对于 2018年的资本市场呢 外界有各种各样的解读猜测 所以特别想听听看 投资界自己的人 你们的2018年 到底过得好不好 如果用几个关键词 来总结你的2018年 因为当时请四位 一讲他们的提板 是吧 好 骆老师您最想先看谁的 那我肯定 那我肯定希望看出朱孝虎 而且我关注到 最开始的时候 朱总只写了四个字 技术红利 后来聊着聊着 又偷偷加了三个字 下半场 为什么 稍微清楚一点 稍微清楚一点 我觉得就是 你开始关注技术 确实 中国的人口红利 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发展 已经伸透到 不仅是四五千成 甚至到农村市场 都已经伸透了 比较充分了 所以我们讲 过去十年 中国可能互联网是上半场 基本上就人口红利 未来十年 我们相信 中国互联网的下半场 主要就靠技术红利 而且技术红利的 更长远 更健康一点 我觉得过去十年 美国的风险投资人 实际上从企业服务上 赚的钱超过消费互联网 对吧 虽然美国过去十年 消费互联网上 也有很多大的公司 像优步 Airbnb WhatsApp 都是非常大的 现在这种消费互联网公司 但是同样的 即使这样 在美国的企业服务里面 有一大把 一大把 几十亿美金的企业服务的公司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但这些公司都很赚钱 都有几十亿美金的市值 所以美国的风险投资人 从这里面赚的钱更多 过去十年 中国的风险投资人 我们可能从企业服务上 没有赚到一分钱 我们赚的钱 基本都是来自于消费互联网 未来时间 我相信这个肯定会有变化 中国消费市场 确实非常大 消费升级 消费转型 还有很多机会 但是企业服务 赚到一半的钱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而且这里面 技术红利 我觉得非常非常多 尤其今天 以人工智能赋能 以大数据赋能 这种企业服务 机会非常多 我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投了一家公司 用人工智能 帮助餐厅抓老鼠 这肯定想不到 对吧 用人工智能 自动识别老鼠 自动识别它的轨迹 发现它的洞在哪里 一家餐厅一年收1000块钱 而且关键 这个餐厅装了以后 它周围餐厅都要装 否则老鼠都要到别人船店去了 中国有500万餐厅 每家餐厅一年1000块钱 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机会 今天我觉得中国在移动支付上 摇摇领先 去世界其他国家 五年以后 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上 同样会摇摇领先 这种场景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来 我们来看看严利先生 不变因子变革者 长期主义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个是 就是你变化的时候 你要抓不变因子 就是我们因为流量的红利 基本上要结束了 所以客户需要的是 自由价廉的商品 用产品说话 用体验说话 这是生意的不变准则 你要坚持原来是 增量市场 存量市场的时候 用产品说话 客户的终身价值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不变因子 就效率 第二个是变革者 各种企业都一代一代 年龄也一代一代 你会发现 形势反转的时候 这一代会出来 所以他一直说不投60后 消费互联合和企业服务是不一样的 消费互联合确实需要比较 相对于年轻人 企业服务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 比较有经验一些 我跟你说 正确的反面 往往正确 新的方法 新的工具 新的机会来了 特别是这个时代 第三个 长期主义 那些挣快钱的 快增长的 快钱的公司 可能没那么勇于挣 你长期的 在这个经济环境下 锻炼身体的公司 才会是未来的赢家 我写的是那个 蓄势代发 那么我觉得 2018呢 其实大家更关注的 就是说资本的寒冬 所以我是说 蓄势代发是说呢 其实大家要准备好过冬 那么蓄势呢 其实即便那种情况下 我们大概从去年到今年 大概投了大概六七十个项目 都是在人工智能 落地行业 那么这些项目 现在还慢慢成长 有的很快 然后呢 我是觉得呢 未来其实更加可惜 郑刚 郑先生 2018是最赚钱的一年 但也是最艰难的一年 其实针对早期投资 应该2018年 应该是所有人 最赚钱的一年 我认为 就是说19年开始呢 应该会有一个 完全的不同 现在对于这个民营企业 对于创业企业 现在是一个 非常大的鼓励者 还有中国的这个市场 的这个需求 和这个 而且包括创业者的 这个创造力 这个还是没有消失 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 我们时代里面 最好的礼物 这样 三位听众员 我比较看重 梁也刚刚讲的 用可以说是 我们讲什么话 叫负能吧 就是这种 加速的方式来做 实际上除了一个投资 实际上是伴随部 能够帮他从各个层面 产品客户端等等 去做打造 我觉得比较看好 这个模式吧 大家现在一说 就是风口咱们看行业 是新能源 还是人工智能 还是什么消费 我不看行业 我看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你能不能 把成本降下来 给老百姓更便宜的售价 就是大家说 搞投资 你不用重新 发明一遍轮子 但是你可以 重新制造轮子 如果一个轮子 一百块钱 现在我可以 一块钱制造出来 把成本降到零点一折 它有没有社会价值 我认为一定有 今天大家总是会觉得 酷炫的东西太少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 那么多酷炫的东西 我们踏踏实实实在在的 把我们现有的生活 跟整个社会效率的成本 降下来 让更多的老百姓 让更多的那些 快手上的人们 能得到这份中国发展 真正的红利跟实惠 我觉得这是对当下 中国最有意义的 所以严总他们做那件事情 长期的坚定的 优化整个供应链 生产层面那个东西 我把成本降下来 效率提高 这就是对当今中国 做出的最大贡献 我觉得跟着投资人 学点东西挺好的 也让我们知道 整个世界的变化的趋势 在哪里 而且也知道投资人 它的投资逻辑点在什么里面 但是我们觉得 做任何一个企业 做任何事 我觉得好的投资 一定是三个方面兼备 第一 它一定得挣钱 但前提这个挣钱 是以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挣钱 第二 它一定完成了连接 就好的投资 好的项目 一定是完成这个世界 重新的连接 第三个重要的情况 也必须得说 就是它必须得是可持续 并且能够促进整个产业 生态健康的发展 好 那么我们今天再次感谢 这么多嘉宾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节目 再见 再见 这是充满挑战的一年 投资人得失参半 这是规则重建的一年 服务业拷问底线 这是勇敢开创的一年 冲二代接棒入局 这是希望奔发的一年 制造业逆时突破 中国经济逢八大考 成绩及格 中国精灵者携手头脑风暴 跨年时刻的回顾与展望 年度风暴 重磅登场 中文学动资人 章五百地铃码 云津有点 小地铃砹